北京时间9月29日 孙颖莎回归拯救中国大满贯收视率 全场爆满作物虚席 一个场面之前几天从来没有出现过 孙颖莎终于在万众期盼当中 迎来了她本人在中国大满贯的首秀 而这一次莎莎再次展现出了她的票房号召力 还有她的流量 国评女单第一人的关注度 实在是太高了 对手纳塔利亚巴约并不是一个很强的敌人 但是就算如此 她的每一场比赛也都是坐无虚席 甚至夸张到了 这次北京大满贯开幕式和她的比赛同时到来时 现场完全坐满 裁判和观众们多次在疯狂地提醒No Flash 也就是不要开闪光灯的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场面 因为孙颖莎的比赛 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本身正好赶上假期 很多人都愿意看乒乓球 但是前面几天没有那种大牌选手登场 场地上有很多空位 所以根本就不用提醒这些 大家都会自觉保持秩序 但是这场比赛不一样 就是因为孙颖莎来了 来的人太多了 因此可以清楚地听到裁判和观众都在提醒一些新来的观众 不要开闪光灯 这些新人 他们也是孙颖莎的粉丝 但是之前没有得到这种线下正面观赛的机会 现在正好赶上了假期 能看孙颖莎的比赛了 人太多 有些人自然就不是那么守秩序了 还得其他人专门提醒别把闪光灯打开 这就是为什么说孙颖莎影响力现在有这么高 他来了 收视率就有人拯救了 曝光度也立刻就不一样了 大满贯开幕式还放上了 北京欢迎你的歌曲 如果场边没多少人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提醒 已经很久没听到这种提醒了 可是现在呢 孙颖莎的两局比赛 场边响起了三次别开闪光灯的提示 回到比赛内容上 莎莎打的并没有什么压力 11比7 11比1 还有最后的11比8 看着比分很胶着 实际全场竟在掌握 尤其是那个11比1 还是证明了孙颖莎的统治力 但是 这次由于抽签的运气 确实不是很好 所以 她的考验很快就要到来了 下一轮的孙颖莎对手 大概率是队友宽曼 再往后本区 还有钱天一 刘伟山这些队友 大满贯赛事 硬生生打成了队内较量 而众所周知 对于国拼来说 最难打的不是国际赛 反而是队内赛 现在莎莎救命 对到了这样的局面 9月29日 孙颖莎在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首秀中 以3比0战胜波兰选手巴约 取得开门红 本是好事 但外场记者采访非常不专业 如此大胜还一直挑孙颖莎存在问题 被网友质疑专业性 记者 好 恭喜莎莎中国大满贯首秀3比0拿下场比赛 可能一上来是不还是在找整个比赛的 感觉还是不太适应呢 孙颖莎 嗯对 其实确实也是第一场比赛吧 我觉得整个来说 其实发挥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我觉得 因为确实上来前半局还是节奏啊 包括那种感觉 没有跳转到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 其实跟她也没有交手过 其实上来卡住她的节奏包一些 包括前三板的一些细节 还不是做得特别好 但我觉得能够通过第一局的前半局五分以后 我觉得能够调整过来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 然后一分一分打这种 慢慢到后面 其实整个节奏我觉得还是 都是掌控在自己范围之内吧 记者 其实第二局当时是11比1快速 快速拿下第二局 到了第三局 可能对方追到8比9的时候 觉得当时可能会是自己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孙颖莎 但我觉得其实那几分她打得挺不错的 我觉得 然后其实可能她整个来说 她的手感包括她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 包括无谓失误 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那几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但一直也因为比赛吗 不可能因为一分或者二分 就影响整局吧 我觉得 还是让自己尽快地去 到9比8的时候 还让自己尽快地节奏再去放慢 然后再去重新地去 想下一分吧 记者 莎莎应该也是第一次在北京打这种国际性的乒乓球大赛 觉得现在整个 呃 环境 环境如何呢 整个氛围如何呢 孙颖莎 嗯 我觉得其实确实 嗯 第一场也 看到了现场氛围其实非常好 然后也有很多来到现场 支持我的球迷 包括粉丝都来了吧 可能有的是北北京本地的 也有的可能是在外地赶到北京来观看这次大满贯 当然我觉得 还是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吧 然后来去支持自己喜爱的球员 但当然希望 自己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能够给大家呈现更多的精彩比赛吧 对此网友纷纷怒斥 认为记者不专业 网友还指出第二局都11比1赢了能有啥问题 不得不说 孙颖莎的采访真是高情商 记者提问不专业 频繁指出莎莎存在问题 但孙颖莎也都是应着他指出的问题妥协回答了 2024年世平连大满贯北京战 中日一场焦点对决 和卓家VS张本美和 结果爆出冷门 和卓家3比0击败张本美和 让这位日本女拼的未来遭遇一轮游 张本美和率先发球 均以失利告终2-0 和卓家丢一个发球轮3-1 张本美和正手连续失误1-5 和卓家相持球的节奏很好 正反手压制7-1 张本美和正手终于得分 连续进攻3-7 和卓家被对手擦边球得分 好在第二个发球轮稳住 8-4 张本美和发球轮守住 6-8进一步缩小分差 和卓家心态有点崩 失误上来了 9-7 张本美和正手暴击 反手弹击 9-9扳平 和卓家发球直接得分 反手相持顶住 11-9拒绝大翻盘 第二局和卓家的开头依旧很好 张本美和又猛圈了 4-0 和卓家回球下网 张本美和反手出界 5-1 双方相持球和卓家再胜 又是7-1的比分 张本美和正手连续进攻 被防守下来 心态出现问题 乱打一通 1-9落后 和卓家这次没有让球迷紧张 11-2顺利拿下来 第三局张本美和放手一搏了 搏杀很凶 但是失误依旧很多 节奏还是不在线 和卓家3-0 直接打停对手 又是很好的开局 暂停回来 张本美和继续丢分 依旧没有什么好办法 去破解和卓家同墙铁壁的防守 非常绝望 和卓家欲战欲勇 不可阻挡 连续得分 8-0 比前面两局还要好 太梦幻了 没有奇迹发生 和卓家给我们制造一个大大的惊喜 横扫对手 让张本美和赛后热泪盈眶 非常难受 第一次输得那么难看 后面两局都是2-11的溃败 北京时间2024年9月29日消息 WTT乒乓球大满贯中国北京战比赛 今天开始 中午 中国选手林诗栋迎战智利选手伯格斯 经过四局比赛 林诗栋三比一逆转战胜对手 紧急下一轮 四局比分为 7-11 11-3 11-3 11-4 第一局 林诗栋进入状态很快 但是伯格斯的出手速度 反手质量也很不错 双方小分从2-2开始胶着 伯格斯的南美球风和打法非常明显 林诗栋面对伯格斯也比较陌生 也在慢慢寻找节奏 伯格斯连续用反手出击 小分5-2 林诗栋近期状态很好 巴黎奥运之后的第一场大赛 WTT澳门冠军赛 林诗栋就收获了冠军 此番来到北京参加大满贯 林诗栋也是做足了准备 当然 对手 智利的伯格斯相对神秘的战术 对于林诗栋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伯格斯挥拍幅度很大 力量很足 林诗栋在努力适应 但是伯格斯的冲击力非常足 11-7 智利选手先胜一局 大比分1-0领先 第二局 林诗栋抢开局 逐渐摸清伯格斯球路的他 连续冲击对手 小分3-0 而伯格斯的力量 加速度 加旋转的打法 很有特点 一般球员如果准备不足 容易被冲乱 林诗栋对伯格斯的正手 反手都做了准备 伯格斯第一局的优势 在第二局被一定程度的限制了 林诗栋很聪明 场外指导王浩的战术布置也很成功 反拉的力度 侧身的摆短都很有效 林诗栋把自己的状态和节奏调试到位 就没有问题了 小分11-3 林诗栋大比分搬成1-1 第三局 伯格斯的失误开始增多 他的猛冲猛打的似乎 的确容易让对手不适应 但是中国选手的适应力非常强 一局丢掉后 马上就能够调整好 林诗栋这一局 开局非常平顺 稳健 小分6-0领先 伯格斯完全没有办法 林诗栋的反手 连续压制伯格斯 智利选手一招先 除了力量和冲击爆发优势外 其余优势不多 林诗栋也是摸准了对手的特点 以巧破敌 11-3 林诗栋再下一成 大比分2-1实现逆转 第四局 林诗栋目前排名世界第七 仅次于王楚清 樊振东 梁静坤 马龙 是国平男队第五号选手 实力不俗 结束了巴黎奥运周期 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 对于这位2005年出生的小将来说 有他可以施展自己能力 才华的舞台 林诗栋心态稳健 打法细腻 变化很多 战术先进 球迷期许林诗栋能够稳扎稳打 把握好机会 第四局的初段 林诗栋继续压制伯格斯 智力选手的小失误越来越多 整体战术已经混乱了 小分来到4-0领先 伯格斯也是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伯格斯只能增加薄杀 不考虑成功率的情况下 冲击林诗栋 但是林诗栋应对的很不错 最终林诗栋三比一逆转战胜智力选手伯格斯成功晋级 恭喜林诗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